人手一支筑签 为者集气 自己动手做棉花糖 在中山区华山公园更新启用典礼上 不但有免费小吃 盆栽发送 还有中医疫症及消防设备示范等摊位 那如果节庆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办理一些的 中秋晚会啊 或是端午活动啊 譬如说这样经验就像一个欢度的 那个从洋节的活动一样 在正手里长林如轩的努力推动下 华山公园不但全面翻修 还做了少见的生态草沟 打造既可以排水又能涨草的切水沟区 让每位立民可以享有更多绿地 其实我们里长只是沟通桥梁而已了 所以呢 基本上里长没有参与太多的意见 都是里民建议要什么什么什么 里长就会把这个意见呢 反映给我们公园处 在启用典礼结束后 林如轩要大家一起欢度重量敬老 平常美味米糕 萝卜糕 度过一个欢乐温暖的周末夜 记者禁止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